人生 Hello 大家好 星期三直播決戰中環 我們先有一點道歉 剛剛大病初遇 所以就像病貓 但上星期休息精神回來上威 就是Edwin 所以主講的就是Edwin 交代一下呂王 呂王很潮水 因為他要做福人群 他們正在準備食療的食物 菩薩心腸也沒有運氣 要照顧很多人 所以現在就在這裏回忍氣 養精蓄銳 上不了鏡 但如果這次的話題夠過癮 就好像上次的樣子 中途吸引了呂王上鏡 不過這樣 既然講到身體病的問題 或者我們跟進上次的話題 就是醫療慘悦的問題 剛好昨天就發生了一件很令人相反的演劇 不是醫療的 是醫護的問題 醫護就是整個養老 年老的醫療 他已經排除了醫療系統之外 他不醫 我記得我們幾個月前 在講一些長期病患 或一些弱能人士 長期受到欺凌 長期受到忽略 甚至是故意有得自生自滅 因為這個政府的管治理念 就是沒有經濟價值的人 有得自生自滅 或者讓院舍在那裡 讓他們亂搞 結果有老人家露天洗澡 經濟化粹 結果有些弱能的女性 長期有些院舍的主任 去非禮他們 這次的慘劇就是一對年老的夫婦 照顧病人那個 終於Snap了 即是停了 沒有辦法 殺了他老婆 80歲的丈夫 殺了76歲的長期病患 行動不變的老妻 據街坊說 他們是很恩愛 而且是相當 對鄰居相當友善的夫婦 沒有辦法 要怎麼照顧 一個80歲的老人家 不照顧一個76歲 癱瘓的妻子 是的 這個又是一個反映 之前我們幾個月前說過的 和上個星期說過的 你當香港真的慘到一個地步 你是全世界最長的公事 而你臨老 或者是你未老 已經是有病的時候 你是在一個這麼豐富 資源 這麼豐厚 財政儲備的社會底下 這麼高 醫療技術水平底下 竟然是會發生這些事情 而且不是第一宗 還有很多是現在在熬的 輪候無聊期 輪候軟舍的 沒有支援 沒有支援 也都看不起貴醫生的 可能是熬的 鬥磨的 很多很多 但是樓價屢創新高 樓價屢創新高 樓價屢創新高 地價又屢創新高 公時亦都屢創新高 還有陰宅都屢創新高 不是死無葬身之地嗎 就是生無窩居之所 生無窩居之所 死無葬身之地 這就是香港 所以大家 現在覺得舒舒服服的 港珠 不要覺得不關你的事 所有人都會老 所有人都會生病 女王是否有甚麼說 我現在已經散了 輪到我已經散了 因為現在我發覺 我是around the clock 都有人上來拿生同餐 unfortunately 其實說真的 我希望我不用煮 因為我不用煮 就代表沒有人生癌症 turn out 是 我不是說反應好不好 是 我聽到一些例子 我只能覺得是下人聽聞 我只能覺得 其實是否可以 是否有人應該要追究 醫療的問題 是 甚麼事呢 我分享一個例子 就是我其中一個client 我幫他煮生酮飲食 他是直腸癌 割的過程裏面 就有問題出現 就令到他會有一些排泄物 漏了到腹腔上 經常發炎 做完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後遺症 很多不正常的 其實是 醫生是想downplay這件事的 他就長期發炎 老人家年紀都很大 現在去到不是很精神 經常需要睡覺 那我就 食物那裏我準備 就沒有那麽固體 可能比較液體 但是營養又充分 這樣 我講了幾集 還有如果有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 cancer其實是發炎 身體是一個很極端的發炎狀態 這樣 而 我上一集都有提過 如果你 生cancer 那些醫生 他是用什麽方法去定位 去找到他在哪裏 就是靠打葡萄糖進去 這些葡萄糖是螢光的 即是輻射性的葡萄糖 可以trace到的 是的 那你才知道你開刀開哪一格 你的胰臟這麼大 不能整個切了出來 那你還要找位 是吧 居然呢 現在這一個patient 我這個客人 在醫院裡是釣葡萄糖水 即是 我就覺得 你們是不是 砍真頭 1931年 可以拿諾貝爾科學獎的發言 今時今日 你原用折金 讓你去找 癌細胞所在地 你居然 給這個病人打葡萄糖 那你不如打毒針算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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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照樣給他 粥粉麵飯 給他吃的 那你即是 除了血液裡面 跟他打高濃度的葡萄糖之外 飲食裡面 還幫他不死得夠快 繼續給他多些糖 即是 病人不會康復的 而還有另一個好笑的 不是好笑的 其實很傷的 不好意思 是 那個病人 現在的心跳跳到 120幾 130幾 那他們 他們不做任何事 我這麼粗淺的 所謂的醫學常識 我都知道 這個有很大機會 是因為他 脂肪不夠 因為脂肪是 控制心跳 那 為什麼我得出這個結論呢 就是他一段時間 吃不到東西 他吃不到 心綠色蔬菜 他吃不到 牛油果 他吃不到 三文魚 菌類 你自然 脂肪不夠 心跳就會快 還有 不規律 那 你給他一些 蘋果 因著你把葡萄糖 但是現在那個 計程不包他這些 沒錯 我其實 為什麼我敢說 你說你誰 你是醫生 但是我有和 在美國 英國 是不斷的 因為前線醫生都在同時掃斧 他有多少時間去看病人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覺得最邪惡的事 其實這個不關前線醫生的事 分分鐘前線的醫生和護士 他們未聽過什麼是metabolic therapy 就是一種non-toxic的醫癌症的方法 是不傷害人體自身健康細胞的情況之下 堆壞癌細胞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有跟哪幾個醫生聯絡 我不介意說出來 Botson College在這方面的Pioneer 叫做Professor Thomas Siffred 我跟他的電郵裡 包括我有很多Patients 如果他們想要求metabolic therapy 他可以找誰 我告訴你 Keto diet 深圳兒童醫院都有 新加坡兩間醫院 新加坡夠小,人家兩間醫院都有 香港沒有一個醫院 可以跟你講到這方面的知識 即是在飲食上 限制癌細胞的生長和擴散 沒有 醫院照給粥粉麵飯給你吃 那你跟毒死的病人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你明白嗎 所以我真的很擠火 跟著,如果這方面的總流科醫生 在亞洲最緊要去到土耳其 但問題是,如果病人已經是四期 躺在那裡,在吊鹽水 難怪還要加上葡萄糖 你怎樣帶他去土耳其 你說他 即是初期發現都說能走開 但是,你怎樣做 而且如果他要上班,他要怎樣走 但香港這方面是很backwards的 你明白嗎? 即是很落後的 而你知道最好笑的 就是,如果你一問總流科醫生 我吃這一種supplement 好不好,比如靈芝包子 實說不好 你問他 我吃這一種叫做bromelain 可以不可以 或者我吃這一種叫做薑黃素 curcumin 可以不可以 他實說不好 為什麼?他不想揹飛 不想揹飛 他就是according to他的藥廠 給他的那份報告 就是說你做標靶 或者你打chemotherapy 我生氣的就是 為什麼香港沒有第二個option 其實我講來講的 其實你跟無線霸權沒有分別 只不過現在變成醫療霸權 就是一把聲音獨大 而一把聲音獨大 背後 又是利益集團 香港有個問題 這個話分兩頭 這個話分兩頭 利益集團 利益集團 要複述醫療 醫學界 醫生的意見 就是他根本沒有option 你說想看多幾分鐘都沒有可能 有什麼可能 他們可以有閒情日志 甚至有所謂學術興趣 去研究所謂另類醫療 所以女皇 女皇興 我明白是怎麼回事 但是上一次我跟楊玲說過這件事 現在還在剩下醫管局的預算 甚至有一些是自己辭職去進修的護士 重新想apply 醫管局的職位 是 據報說被人black list 了 不再請 你想一下 你就算辭職自收 end up 都可能會被排除在一個系統外面 就是為了政府省錢 你醫護現在有多少學位 你想一下 你醫生 現在來說 你要輸入外地醫生 沒有人說要增加醫生的醫院 至於沒有人說要請多些 其實這個真的是政府的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如果政府 是look into這件事 如果政府是關心 所謂香港市民的福祉的話 他不會cut你2.5億budget的 第二件事 他會增加budget 給這一班的醫生 總流科的醫生 去接受另外的training 我現在講的不是講Homeopathy 不是講自然療法 不是講自然療法 我講的是 其他option 現在最最新的發現 on cancer 其實不是一定要靠化療 或者標靶的 是 我們現在講的metabolic therapy 就是原來癌細胞 他天生是一種缺陷的 在他的身神代謝上面 他是沒有辦法 用脂肪作為能量的 他只能夠用糖 還有大量的糖 你只要切斷他的糧食供應 就是他的糖供應 這個是在飲食上著手 當然 還有就是切斷他的血液供應 這個有另外一個 叫做anti-angiogenic 其實他就死了 人都是 你沒有東西吃 沒有血道 你不死 什麼都死了 但是為什麼香港的醫生 沒有走去做這件事 很簡單 他沒有一個sponsor 他沒有一個在職 training 就是說 香港的醫管局 或者香港的醫院 他沒有look into這件事 那 好了 你說為什麼不look into這件事 你想心一層 because there's no money in it 為什麼no money in it 難道病人回家自己 他自己從今以後戒掉那些糖 開始吃椰子油 吃橄欖油 還有牛油 還有懂得怎樣吃東西 之後他沒有了cancer 錢從何來 你明白嗎 在這個medical system裡 他不能夠利用這件事 因為他不能去 怎麼說 monopolize 或者不能把這件事 變成一種藥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是很大的不公義 因為patients they don't know better 他們不知道有什麼出路 醫生說什麼走什麼 他被人調葡萄糖的時候 他不知道 其實等於在自殺 你跟打獨針沒有分別 他不知道 但是前線醫生怎麼會不知道呢 他怎麼去找個cancer出來 他就是打放射性的葡萄糖 你猜醫生怎麼會不知道 醫生知道癌死巴 是靠什麼新陳代謝的 但是 就算他知道他夠不夠膽說出來 他夠不夠膽去administer這件事 我告訴他另外一個 我另外一個patient 不是我的patient 另外一個cancerpatient 我煮的東西給他吃的 四期肺癌 我refer了 剛才我說的 美國那位 在metabolic therapy的pioneer Professor Siffred 給了一個最近的土耳其 的specialist 總流科 針對肺癌 跟他說四樣東西 裏面有一個叫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就是吸氧氣 一個相當高濃度的氧氣 OK 香港我終於找到給他 但是那個人不敢接 那個人聽到是cancer patient 不敢接 他說除非你的腫瘤科 被封信 不是我不敢接 又是因為害怕 其實他的恐懼是大於病人的生命 因為 這件事不是什麼生草藥療法 我不想浪費你太多時間 但是 一而再三的臨床 人也好動物也好 美國FDA 在2004年開始 已經逐年是有批出 這一種metabolic 和antiogenic的藥 但香港 十三年之後 都還沒有 在市面上 沒有醫生在使用 不要跟我說 香港是什麼 先進 世界的一流城市 我真的不認為 不是的 他香港很多的觀念就是 先進一流就是發展 發展就是建屋 產地建屋 這個就叫做發展 不是說是醫療的發展 醫療的發展 醫療的發展就是 將你們這些人 給不起錢的就不當是人 剷走你的供應醫療 以及不讓你有任何 這個 另類新的醫療去醫療 一些傳統認為是不自治的 這個就是 醫療政策大改 就試過有兩次 問題就不知道 觀眾記憶有多深刻 剛才的女王說 另類 其他東西 不可能有空間 為什麼呢 你想想上兩次大改 醫療政策哪兩次 第一次 再對上數 就是要鼓勵雙非來港 產自醫療產業化 2011年的時候 那一刻就是 你怎麼解決公私營失衡 如何令到私營醫療有多些 所謂收入來源 發展就像這樣 發展就像這樣 發展就像新醫院 才不是放多人下來生孩子 除了人之外 給地啊 給地建一些新的私家醫院 私家醫院 所以根本是他用香港最重要的資產去供私營醫療 然後呢 搶光公營醫院 搶光公營醫療的醫生護士 這一次是一次嚴重的災難來的 大家看到了 嚴重災難 對上一次更嚴重的災難 大家都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那些醫生程度很好 於是 將他好得社區防疫中心 改了做社區健康中心 給老人家 去踩單車呀 做運動呀 做健身呀 或者全民保健 你記不記得 那些東西呢 而那些東西呢 就是沙士爆鍋之前的東西 也就是說 老董呢 就覺得香港 跟中國融合 是非常之正的 最好就是武掩雞農 歡迎中國偉大的同胞 過來光顧我們的私營醫療 包括呢 就是令到我們這些社區裡面的老人家 就享受一下這個所謂健康的運動 諸如此類 而不需要有一個防疫的長城在這裏 很多人是不記得了 那些兩獲醫療改革 搞得香港雞毛鴨血的 所以呂皇那樣東西呢 不好意思啊 relatively speaking呢 都不是那麽慘重咯 是啊 很多癌症的病很淒涼 但是想一下 現在有多少 像阿仰剛才說的那個案子 你真的排除了醫療制度之外 莫哥說是否醫得不好呀 直接連醫都沒得醫 顧都沒得顧 所以說 你有病沒得看醫生 死了沒得找地方落狀 你生的人 你要找地方住 你沒得住 你覺得是什麽環境 而你香港是一個多有錢的社會呢 剛剛才說 外匯基金香港的外匯資產儲備 是四千億美元 要支援這個偉大的建國事業 一帶一路 要到幾千億美元 建國大業 幾千億 還要無底心腦 要配合國家的政策發展 那這些人 講難聽些 你今天沒有經濟價值的 死無葬身之地 又何妨呢 真是自身 很可憐 你看看香港現在 你做事辛苦呀 嚴工事長呀 老闆說什麽 不要做呀 你不做 有很多人做 我告訴你 當年西方社會奴隸制的時候 主人 因為奴隸是主人的資產 他都要保障奴隸的健康 因為身體散虐的奴隸 是賣不到高價錢 是影響他副身家 現在今時今日 香港的奴隸 捱不住 死鬼了 你的事 大把奴隸自動送上門呀 什麽叫做 員工是 公司最大的資產呀 香港公司最大 企業最大的資產 一定是物業 而不是人育呀 這些事情 不論左右翼 都是這樣看的 這個是事實 關左右翼是什麽事 我極有翼 大哥 不要忘記了 所以現在我就 等你們慢慢做了 這個節目 好嗎 我繼續回去煮東西 稍後的話題 正好聽 你又會再來的 歡迎時候加日 好 觀眾很想聽你說話 加油加油 OK 言歸政主 講完這件事之後 Edward今天很多功課 很多功課 地級一樣 千萬不要說這件事 千萬不要說這件事 發聲 嗯 講幾句 因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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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巡禮要講一下六四 不是巡禮的 剛剛過了 當然的 因為過了 之前其實有提到 樣子就預報了 而且今年的爭論 已經不是應不應該平反 怎樣爭取民間 不是 變成了第二樣 那個焦點 變成了身份認同 其實嚴格來說 已經沒有一點爭論 因為 其實2012年開始 本土派 就有些人就提出 就是說 六四還應不應該悼念 或者六四應該用什麼方式去悼念 即是要跟中國切割 或者是在資源會 密密 其實是 12年開始 本土派崛起的時候 就多了爭論 即是1314年的時候 去到高峰 嗯 但是到之後 譬如說 在尖沙咀文化中心 外面有辦過集會 然後 即是有些政治團體 即是本土的政治團體 就 又再辦過大型的集會 也是尖沙咀 也有些人在上水自發地紀念 但是到 上年 變成有些大學生 開始辦論壇之後 今年還是有論壇的 但是 譬如說 所謂本土派的大型集會 就好像消失了 而 本土派 就可能已經不太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 很有趣地 就輪到 泛民的人士 或者支聯會 那些 就開始 變成針對年輕人 即是 開始把責任說 啊 呃 港大民調出了一個報告 一開始事源 就是說 這個 究竟支持這個平反六四 以及覺得當年學生做得對的比例 然後就說 啊 好像是整體來說 好像是兩個數字都下跌 但是究竟跌的數字 那是什麼呢 然後有些人 就看了蘋果日報那段章取義之後 就搬自過子 就說 肯定是 本土派的錯了 或者是 年輕人的錯了 哎 不喜歡了 這個漏料了 劇透了 我看了另一個 research 好像那個年齡分佈 不是顯示這件事 就是 看住腳的年齡分佈 即是你 其實 你去回港大民調中心 那裏看報告 甚至是廣大 他自己做的報告的總結 都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說 其實年輕人去支持這個平反六四 或者是 你當作主要認證意後 什麼都好 還有這個覺得 當年學生沒有做錯的比例 其實 年輕人的支持度 其實是沒有怎麼變 而且是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比例 有七成多 七成多 起碼 但是相反 五十歲或以上 那些 就虧了 竟然又大跌了 竟然又跌了 那波鬼細節中 就是 你說那班年輕人 那本土派 賭米 在年齡分佈上 就反過來 你要知道 譬如說 一路以來的六四 大家都知道 支持 那時候已經在社會工作的人 比較年長一點的人 是比較賞心的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思想 甚至是很大的 行動上的衝擊 因為他們那時候 除了集會之外 也有大遊行 時代思潮 也有霸市之類 是一件很大的社會的事情 也就是說 即是電視直播 即是北京的慘案 也都牽動了 當時的人 即是很複雜的情感 不只是愛國心那麼簡單 亦都有對於 可能是 八四年簽了 《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即是九七之後 就主權移交 就輪到這個政權 即是我們 即是當時《基本法》還沒有公佈的 所以你想想 就是 《基本法》還是 《起草》 即是草位的階段 所以大家對於前途很沒有信心 尤其是 八二到八四年前途談判之後 已經開始移民潮 到八九年的時候 是變本加厲的 先前支聯會那班人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說 要維持著這種心態 不要讓他們冷卻 成全 年輕人參與很重要 然後 本土派人 年輕人開始出來拆大台的時候 就在吵 一定是年輕人 搞到六四熱情冷卻 所以剛剛Edward提到過癮了 即是港大民調出來 但是似乎數據都反過來 是當年 趙計很熱血那班 現在變成老人家那班 是他們自己冷卻 那班又未必是老的 有很多是二十多歲那時候 28年之後他們可能五十多 我們想回五十多歲 這一班人 是食正龍器那班人 香港 是香港最黃金時期 是他們剛剛出來社會賺錢的時候 那他們 假設你當時二十多歲 八九年的時候二十多歲 他們八十年代 可能已經出來做多幾年 已經在賺第一站 在賺第一站 有個基礎 到八九到九七年 那段時間 香港是實體經濟的 是真的實體經濟 即是封口上的豬 是的 又有很多人移民走了 變成空了一些位 他們又上了位 所以這班人 去到五十多歲的時候 即是現在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有很多東西 設置了單 樓可能 起碼都要去很多手上有幾層等等 在公司職位 已經去到主管 他們可能會覺得 當年 他們不知不覺 從他們的利益立場來看 當年的鎮壓 換來現在的環境 他們得了益 這個解讀又不敢完全這樣說 因為我純粹在這裏面分布 沒有說他們的社會階級變化 社經地位 Ever 都去補充一下 這個研究沒有說到 社會經濟背景 是的 因為沒有 為甚麼是灰色地帶 不一定是 因為這個是比較 tricky的部分 即是 如果你 譬如說 如果要從社經地位 去分析這些人 可能解答到外貌的問題 是否因為他們已經很安樂 是既得利益 即是在這個制度 在這個潮流之下的既得利益者 還是他們相對而言 就是說 當年的北京是這樣 但是今時今日 二十多年之後 不是啊 人權改善了很多 很多人溫飽了 而且社會的爭拗 即是在他們的認知當中沒有大礙 這時候就可能令到他們覺得 其實這樣也沒甚麼 可能下次他們做調查的時候 就不要受社會氛圍的影響太大 只是集中在年齡 可能看了階級分佈 正經社會地位的分佈 這樣可能更加全面 那就不要等下次 即是盡快做個追蹤 打鐵陣燃 因為的確 很時代的 不好意思 但是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但是很嚴重的 你要知道 港大做了一次 民調就有很多錢 是 的而是 阿洋踢那件事有沒有踢錯 如果要公平一點 或者具體一點 理解這件事的話 是應該對照那個研究 到底是否因為有很多人 已經是所謂因禍得福 因而不再追究而冷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導 就符合阿洋先前踢爆那件事 是否這樣會解釋 年齡分佈熱情參與度的變化呢 這更加有說服力 好過你毀過於人 說年輕人沒有熱情 年輕人不參與 年輕人受人煽動 諸如此類 不是這樣理解的 還有 說回這個六四主題 你要知道 就是支聯會 對於 這個 這麼重要的 一個典禮 一個儀式 其實他們 比較關心的是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人數 第二就是籌到多少錢 這個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籌錢 是在於支援 就是支援民民人士的生活 或者支援支援支援 他現在就開始改變成為 可能是 支援這個 中國大陸裡面的 維權人士之類的 當然 看回數字來說 他今年大會 11萬 然後 警方就 18萬 但是 差一半就算了 差十倍 我自己 老實說 幾年就不再去 幾年前已經開始 不去維園 已經去了其他地方 去看 但是 有朋友去到的時候 就拍了相片給我看 其實坐的時候 可能是比我幾年前 坐的時候 疏了很多 所以 看到 其實人數 當然不是他們 這樣 還有11萬 不可能 另一方面 也看到 就是說 他告訴我 是 就是 幾個朋友 一筆形容 告訴我 其實年輕人 是少了很多 比例少了很多 這個 我當晚有他 他的看法和我 感覺很相似 對 我呢 我不是 好像以前那樣 站在那個位置 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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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去到某個時間 我是 兜圈 從前去到兜圈 觀察 是 越後的 他真的越來越疏 前面兩個足球場 可能慢跌 後面 一路一路 已經一路一路疏 我跟一些 去過很多次的朋友 都估計過 最多四五萬 已經多了 我也是猜這個 因為他坐滿了幾個球場 每個是大約 一萬八千 一定不可能 這麼少 所以拿中間數 是六萬四千 六萬多 我覺得也多了 也可能多了 四六萬 四五萬 已經極其量 還有最多的是 究竟是什麼人 原來是貌似三十歲左右 是的 嗯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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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人出來講一些很刺激的六四言論 令到香港人相當憤怒 他未必是... 可能再早一點 未必是關於國族認同的事情 而是對於否定六四的事實 對他來說是一種大是大非的事情 他否定 所以令到我無論是基於人道合場 否定這件事情 本身是一件大錯 甚至是幫中共政權說話 而中共政權 即是我們今時今日真正經歷它的統治之下 我們存在著一種恐懼 你要知道就是2008年 在北京奧運 剛好就是中華國族認同 是最高最頂峰的時期 但忽然間就爆了那些... 三綠奶粉 三綠奶粉 當年是民村地震 民村地震之後 被人揭發他的豆腐渣工程 那開始就那些反彈是相當之厲害 尤其是另一方面就是說 經過這個毒奶粉事件之後 由於開放自由行 自由行就湧來香港搶奶粉 然後又雙飛 然後令到... 還有搶樓 令到那個廣中矛盾相當強烈 大家很切身感受到這個中共政權 對於中國 甚至對於香港的影響 其實那個2009年那個事件 是很大的噴水嶺 你看一下2014年上街的小朋友 最大的刺激是從那時候開始 是的 後來我寫了一篇文 我說 當時支聯會 當時司徒說還沒死 他說我們成功生火相傳 因為爆了盆連 外圍都爆了 他們支聯會以為已經生火相傳 不是 主題不同了 他們是人多了 不過他不是你 司徒說心目中想的那種生火相傳 國族認同感 不是你那種 基本上就不是國族認同感 司徒說那一套是愛國 是愛國 是國族認同很明顯 現在那群不是跟你說這 我現在不妥你們那群當權 連整個國家我都不妥 所以2009年那時候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是一個支聯會的很大誤判 很大誤判 他以為看人數 就被表面的人數騙了自己 但他沒有感受群眾的情緒和氣氛 所以他可以先幾年 對外國外民香港精神出來 這麼大的反彈 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以為很多離親的都是愛國 結果就是 就等於變成港客 那現在 為什麼還在爭拗這件事 牽涉到公開論壇 公開反面 最過癮就是 如果沒有記住前幾晚 這個港台有個哲學的討論 說普世價值這下夜 就用了連結爭去說 一提到六四那下夜的時候 大家翻臉了 真的很過癮 就去那個話題 到底是作為一個 因時制宜的 政治操作的手段 就是這個設立點 還是真的有所謂普世價值 就是精神的追求 你是不可以改的 這下夜其實就牽涉到 又是說回那下 就是 集聯會認為他那下 就是認為是很對的 愛國啊 就是民主啊 那一套 其實香港年青那輩 2009年之後 是完全不是在買這件事 不是這套 而且2014年那一年 是令他更加拉開 是吧 哇你們這樣做事 是吧 三綠奶粉 都相對來說比較遙遠 是吧 14年那個人 是親身幾乎被人開槍射的 是啊 起碼吃光出來吧 還有剛才Away說到 2008年民村地震 有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個女仔 是香港的女仔 她說 我寧願捐給熊貓 我都不捐給地震的災民 結果呢 那時候全城聖討 聖討完之後 她要親自寫道歉信 還有捐500元 是被捐款的 我覺得是 在那時候 個個都覺得這個女仔錯 如果擺在今時今日 個個都會說這個女仔對 而且個個很多很多都會覺得 跟她的方式去做 其實無她的 過幾年 因為民村離陣過幾年之後 去到雅岸地震的時候 立法會又批判款的時候 已經是立法會吵到擦天 對於這件事情 即是 你無論是對國族認同也好 對於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也好 主要是對中國政府投不信任票 而且不止中國政府 我覺得現在 以前 六四 之前支聯會 那時候 比較多人支持她的時候 大家都把黨 國 和人民分得很開的 我們要愛自己的同胞 愛那個國家 我們是要針對政權 很清楚的 現在不是 針對的呢 大陸的人 大陸的這個國家 這個地獄鬼國 中共政權更加不用說了 現在討厭了 全方位討厭 是變了的 因為個問題就是 在於 你看回當時的環境 就是說 在中國的那幫很有熱血的 即是 無論是學生也好 市民也好 他們反對的是 即是當時 通貨範章 然後 反觀島 你還要觀島 以及腐敗 那是 借胡耀邦的世世紀念的時候 他就是 拿這件事情來去順勢地 希望有個 柔性的改革 即是這幫人 即是怎樣說好呢 即是這幫中國的 中國的人民 他們體驗到就是 一種高尚的情操 即是他們對於國家 是敢於反抗的 是敢於表達自己的聲音的 即是在 一黨專政之下 仍然是敢表達自己的聲音 你要知道 即是以前經歷過反右文革的時候 是非常大的 那個政治的審判來的 但是 仍然是 仍然是有這些人出來的時候 即是 為何可以分得這麼開呢 就是因為他感受到 中國的人民 是一種高尚的情操在 但今時今日 他就會覺得 就是 時而世易 你看到眼前的中國人 究竟是怎樣的呢 即是 是一些 是一些 不知貪小便宜 什麼東西都會賺盡 拿到盡 吃人 吐骨頭 然後 即是 下來香港 你看到的 自由行也好 新移民也好 即是 他會覺得 這班人 根本上都是 很喜歡踩我們的底線 即是 試到我們的底線 是怎樣 容忍的程度去到哪裏 即是 忍不住 他就好 就停在這裏 然後 如果沒有問題 他就得選準則 然後 對於法治的觀念 他就是 你看不到 就是沒有犯法 就是沒有事 即是 那種 價值觀的衝突 是非常嚴重的時候 對於 對於香港人來說 就是 你好像 這件事 其實你跟中共的管治 是相識相關的 即是 譬如說 由文革開始 將人的那種道德觀 價值觀 全部剝離之後 大家就是 唯利是圖 是可以 不理社會規矩 不理人義道德 去 賺盡你 分得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班人 跟黨 是成為一種 共反結構 即是 這個黨、國和人 那個距離 是 分不開了 不再 不再分得開了 跟以前那個 北京的那班人 或者其他 譬如成都 那些人 所以 Edward的觀察是對的 就是說 如果對比來計的話 八九年相對來說 天真也好 怎樣也好 兩邊都很天真 相對來說 所以 起碼會有一個所謂 對立的角色 出現了 黨還黨 國還國 甚至說 當權者 和人民 是不同的 那還會有人追求一些很清高的理由 反觀到 諸如此類 還有這件事 但是 去到你二十年之後 那個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說你有沒有錢 不是說你有沒有發達 而 正如 Edward這個 可能都踩得不夠盡 有些是中國自己的六四後遺症 來的 當年 中共其中一個想法 就是說 死二萬人 保二十年平安 就是人命的概念 就是這樣來兌換 就是說 他基本上 不是要針對自己的體制上 有不不足 甚至不是要針對自己黨內的腐敗 有什麼嚴重 反過來 他是追求 當然就是一個口號 就是 安定繁榮 就是這四個字 跟香港一模一樣 那 如果你當年追求的安定繁榮 根本不用你們什麼道德底線 諸如此類 開槍搞亂 鎮壓了過去 然後 的而且會造成共犯結構 你順從這種霸權 你就不是安定繁榮 你不順從的 你就會被自殺 所以 共犯結構 是二十年的法治 而形成的結果 你不能怪日本人 即是一個帳綱 港 國 民 變成一個帳綱 你求人得人 你既然想要有共犯的後果 那你就不能再切割 現在變成了 香港的年輕人 看得通透這件事 基本上 有一個很過癮的說法 就是 是因為有中國人 所以才有中國共產黨 是反過來說 不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 所以是新中國 是因為有中國人 才有中國共產黨 在這樣的前提下 有什麼可能會排擠你呢 所以譬如說 支聯會的想法 可能就是覺得 那麼多人去參與集會的最大公因素 就是因為 其實大家是 勉懷這種 就是外國民主運動 因為支聯會本身都是 支援外國民主運動 就是 對於 支聯會來說 可能最大的公因素就是 在於外國民主運動 那種懷念 就是中國去爭取自由民主 那種精神 就是他可能覺得 這種才是公因素 但是 蓮月珍在討論的公因素 就是在於 在於人 就是香港人 存在那種 恐共和仇共的精神 當然有 但是恐共仇共 也不足以完全解釋 那些年輕人的行動 他是在尋求 人民運自主這一句 到底那句 表示什麼意思呢 因為恐共受共 不是現在這班年輕人 是以前走爛下來那班 已經是這樣的 但以前走爛下來之後 他們為什麼要回鄉下 做很多事情 多辛苦都要回鄉下 支援上的親戚 那不是你說的國族形同嗎 對 國族鄉下的形同感是很強的 但現在這一代已經不是 沒有掉過的 嘩 你那個大將綱 這樣 黨國民全部都混合一架 整個 整個將綱 沒有辦法切割 那我怎樣去認同你們呢 是不是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要知道就是 在2008年這個民村地震之前 其實已經是存在著 90年代的時候 經常都有華東水災 全部都要籌錢的 香港人是非常勇壤的 兩次 求人得人 真是 天都幫你 但是 捐到最後 現在 一聽到上面 要捐錢 你那些大款 幾千億這樣來投地 你為什麼你們不去捐呢 為什麼我們這些窮到買不起的 廢青要我們去捐錢給你們呢 這一點 你是令人調戲很不順的 即是說你的故事 就是那句 你的故事再說不通 當你說到自己是世界霸權 很有錢啊 萬億儲備 要搞建國大業 全世界看你 為什麼我們捐錢呢 是啊 我們是廢青來的 沒有錢的 廢青 為什麼要我們捐錢呢 即是說全國又要建高鐵 然後又要射東西上太空 又要天公一號 一號那些 然後你又告訴我 又要建航母艦 又要抗軍 之類的東西 那你跟我說這些東西 即是 究竟你要把我當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還是一個崛起了中國 世界霸權 這個當然是扯遠了 但是相對於香港人自身來說 究竟香港人再不再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呢 又或者是 即是不去支聯會集會 本身不一定是代表對這個歷史遺忘 甚至是怎樣的 我經常說一件事 就是你對一件事 愛也好 爭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很強烈的情感 歷史最大的敵人 不是愛 不是爭 而是對歷史無感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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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支聯會 或者他的支持者 覺得 這個是 世代 是歷史 和遺忘之戰 其實 我想說不是 不是遺忘 其實你想想 世代是有的 但問題是 他認不認同 支聯會 之下 去搞的這種形式的集會 也好 譬如說 支聯會本身的管理也好 或者是他的言行 很多 也好 或者是本身這個 大會的主題 他仍然是有一個 愛國民主運動去做 雖然近年 因為他 即是 上年十月左右 據稱 就放了最後一個 民運政治犯 當然 他之後又失蹤了 但是 但是 名義上來說 色平追結 這個五大綱領之一 第一個 已經是階段完成了 所以 下一個目標 就要去平反六四 但是 同時 他因為放了政治犯 之後 他就開始 這幾年來 開始關懷 那些 中國的 一些叫做 維權人士 譬如說 艾薇薇 譚作仁 高志成 那些 維權人士 但是 問題就是 你始終 那種 人道關懷 仍然是 仍然是 外國民主運動的大主題 來包裝這件事情 而你今時今日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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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那種說法 還是跟你說 就是 維園的燭光 代表了香港人 可以盡情在中國 在中國的範圍 但是在香港那裡 很盡情 安全 紀念六四 就是全中國 只有香港可以見六四 即是說 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的潛意識是這樣的 他 有一年參加的時候 他就說 今晚的維園 不僅是中國的維園 還是香港的維園 還是中國的維園 我聽了出來 真是打惡突 馬上離開了 今年也有試過 他不斷強調同胞 和內地 而 用字和新華社 對 你說這些廢話 幹什麼 你這兩件事 很多一些年輕的人 聽到 你說真的離開 就算不離開 也會扯著 我不是說離開 是我很留意 他們的用語 是完全感覺到 他們支聯會的潛意識 仍然是 他們八十年代 愛國外民同胞 那種關愛 其實他是甩不住的 他在任何論壇 或者對外公開宣傳 如何去包裝這件事情 譬如他告訴你 在港大論壇 我記得他說 李卓人是說得很清楚 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 然後他又會跟你說同胞 在台上還會跟他說同胞 內地 你想想整件事 就是 你這些 你好心理 然後下面那些又說 不會受到什麼影響 然後你看看梁振英 講些什麼 梁振英 就是說 如果你們這些年輕人 因為 對於中國的各族認同 是不什麼的話 就不去維園的話 我想告訴你 其實大家都是中國人 那要派兌維穩費 找多些大媽的車子 送去維園 怎麼立即告辭 你真是大名字 你變成 梁振英鼓勵人去 不是 梁振英是怕你不去 怕你不去 怕你不去 那這件事 不是就是 露出麻眉 那這件事 怎麼說 那些年輕人的媽媽 狗傷害 這件事 你依然是在用六四 來維穩說 我們要虧同胞 年輕人不是不想去悼念 你看到港大民調的高比例 你就知道他們不是不想去悼念 亦都不是覺得這件事 是對的 是鎮壓有理 不是 完全不是 而是覺得 我不想讓你支聯會 背後那種大中華的思維 代表了我們 就是 即是 即是 即是你現在 即是六八九會怕著 沒有人去六四燭光集會 今年不是說 當年鎮壓好 我們換來這麼多年經濟繁衛 不是說這個 他怕你不認同中國 是啊 你要說到六四 立刻就說身份認同 哇 真的 因為你要知道幾年前 這個支聯會 和這個中共的論爭 就是說 要爭外國的定義 即是你這班香港的中國人 是比中國的中國人更加愛國的 因為我還在紀念這件事 你去搶這支旗 你要明白 年輕人的心態就是 我還是不是一個中國人 即是 我還要不要讓你支聯會 去這個支聯會 然後被人數人頭 因為代表了這件事 即是欠這個愛國的旗 我就想起03年 出一大遊行的時候 他這個建制那邊 立刻推出一個叫做外國論 來轉移這個要求 07、08年普選 雙普選 那個視線 就爭論這個外國論 結果呢 真是那些民主派 當時還是比較有聲勢 就跟他呢 鬥講外國 我又愛國 你又愛國 結果呢 就在外國那裡爭論了 07、08 雙普選那樣東西 反而淡化了 現在 你跟那些年輕人 說愛國 你愛到你夠 我不跟你爭論愛國 他的心理是這樣 你跟他說愛國論 他不跟你玩 但支聯會 他們那班 還是這種意識形態 幾十年 他們是很難改的 不過這樣 又要公道 他們這班是真外國 來的 絕對是真真正正外國 其實我們不否定這一點 因為他們是香港的中國人 我們不否定這一點 但是本土派 不再會太浪費時間 跟他們再爭論這些事情 因為我講的就是 2012到2014年的時候 已經是將絕大部分的論點 都講出來 而今時今日那些 都只不過是炒難飯的東西 即使你說 炼粹爭想去 在本土派 甚至是獨派 以至於 傳統的溫和泛民之間 去找一個中庸之道 嘗試去跳過這件事 不可能 我比較 我只能夠說 他比較多管閒事 擁心良苦 可惜是癡心錯苦 有些人仍然會覺得 這件事是合理的 但你要知道 其實你身份認同這件事 是不可割裂的 即是你 要是香港人 要是中國人 然後你又要混合身份的話 其實看回港大 一直以來做的圖表 認同混合身份 這件事 反而是低的 但支聯會這方面 認識還是不夠 但他沒得改 而且學長人就告訴他 啊 是啊 我們見到這次年輕人 真的很少 我們要想想 以後怎樣 拉年輕人回去 其實這幾年都不停下跌 他經常覺得 形式的問題 喂 現在是內心深處的問題 不是形式 我感覺到他 大多數還是覺得 形式要改 就可以吸引 所以今年 你留意一下他的音樂 是Rock了的 是 節奏 成對Bang的形式 鼓聲 但是這些不是意外 你想想 司徒華未死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這個是悼念晚會 要不要推陳出身 張文剛 過了身後 張文剛仍然是抱著這種口吻 他是一個悼念儀式 要不要推陳出身 他是入室弟子 但是你想想 真的大問題 年輕人少了很多 我真的要搞一些新的形式 還有學聯 就是學聯 剩下了一半人 而學聯也宣佈說 不再去自然會 即是不再去代表自然會 郭大尊都說不去 那天我見到城市論壇 那天 兩個前學聯老鬼 跟浸會 現在的學生會 那些 又是廢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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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生者、蔡耀昌和陀軍行 下面的ival exch virus 相伺者他覺得這年輕人 Championship なんです 真是在那個 brilliant 所以老二次有些批評 ihrem 那些年輕人的那些老鬼,那個口吻是說,你們那些港法就跟共產黨同一口吻 但事情是搞錯了,其實你是錯了,他是不站在愛中國的情緒上去看這件事情 其實是走向更加極端的位置 這個想法跟維園阿伯是另一個極端來的 你可能跟維園阿伯更近,因為大家都愛國,只要愛國的形成 因為泛民和維園阿伯太近,太近就在於共同的軸心,就是中國認同 即是你不來六四晚會,就知道你是走向共產黨那邊 維園阿伯另一邊就是你罵那幫泛民,即是你去那邊 其實他們兩邊都不是,兩邊都不妥,但兩邊都不知道他們這幫年輕人在想什麼 所以梁振英就說得很清楚給你聽,不用分纜魔勢,大家都是中國人 反而梁振英知道,梁振英一次用敵 最大公約數反而是梁振英 不是六四是你們檢討一下身份認同,現在是怕人不去六四 正正就是,共產黨傳統上都有一種鬥爭思維有什麼加貨呢? 就是製造一些假矛盾給你,然後變成了對他自己最有利的嘛 經常都是這樣的,那所謂假矛盾是梁振英就是當你在爭拗民主不民主的時候 最大的公約數就是你都是中國人嘛 就是假愛國論啦 就是愛國論,為什麼就是共產黨從來都不介意你去維園悼念,梁振英 對他們最有利的嘛,因爲這件事 所以變成一群年輕人不同的玩,這樣才令到他們神經過敏 就是這個玩法不同了,張曉明在爭拗中 首先你又認同你是中國民主這句 因為共產黨有一件事說,喜歡搞群眾運動 實際上他們是很怕群眾運動,他們的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 要操控群眾,現在那群人不玩 那你來來去只是派錢,來來去派錢 然後找那些耳打輪的弗旗,然後丟到五星熊的那些 他都知道這群是什麼人 而且他知道這群年輕人會佔中,甚至是旺角魚蛋 訂磚,下次不知道是什麼 下次不知道這些是什麼 下次是不是7.1才說 又未必是7.1 習大大來香港,很大的目標 可能他們現在不是7.1,可能即興 可能突然間在9月3號 或者可能在11月4號 他為什麼要跟你7.1一定是6.4 我喜歡什麼時候玩即興 玩就玩 因為他們這件事其實更加難觸摸 你每次都封殺了 封殺了他們就在別的地方擠出來 即是你有組織,甚至是有政黨團體去帶領的一些集會 運動也好,是比較容易觸摸 因為他有一個固定的圖案 而且他可以監控著一些指定的人物 去嘗試去摸你那個計劃 或者是你去哪裡 但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有回歸到群眾自發的東西 當然現在暫時可能因為一些政治檢控 令到群眾運動比較難一點 但是難保仍然會有一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又激起民憤,然後有一堆人衝出來 你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香港 而且他現在真的不會定什麼日子 大家記起,9月28號放粗略彈 9月28號是什麼日子 本身沒有日子 他即興來,然後Felife就來了 然後9月28號就變成一個另一個日子 下次他們還會在9月28號搞? 不會吧 可以搞7月28 即是現在那個觸摸已經沒有了 而且大台拆了 你找對口單位,即是上面說 找對口單位的時候 找誰? 沒有重心 是呀 即是初初2007年開始 那個新派社運 即是左膠社運 起的時候 警察那些都捉不到 他們以前很簡單 就找那些泛民的頭頭 你們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去 誰申請 搞定 找個頭頭就可以了 然後他們見一幫人在這裏正組 就說,誰誰誰 帶頭的 我們每人都代表自己 沒有人帶頭 那是怎樣呢? 那些警察是不懂怎樣應付的 現在又有新的玩法 翻出來 那他們怎樣應付呢? 我又不覺得他們怎樣應付 事實上是 尤其是說 講到集活 即是這個六四晚會 資源會第一個目標就是要人數 要燭光 又要拍張照 每年都是這樣 是嗎? 這次要用手機算數 結果我這次看到他們又派了蠟燭 知道自己拆了 臨時補獲 不過蠟燭月給的不夠 就是 進退失據 其實你手提電話 即是手提電話 燭光APP 其實我有朋友 是去年的時候 已經說這件事 然後貼在支聯會的那裏 這個我拆開的話題 但是 目標之一就是講人數 第二件事就是講籌款 籌款 籌款就是除了支聯會的籌款之外 你會知道各大政黨單位 都會去那裏頭 但是今年是很厲害 比七天更厲害 即是由紀利佐治街 一直打到維園的門口 各大單位擠迫到水事不通 一個政黨可以放幾個不法 給一個booth 近銅鑼灣遞住浸那邊才厲害 嘩 屎是人生人 是不是間接顯示他們守緊呢 不單止 還要是6月4日 是事實來 是前一天已經有人擔定位 嘩 搶位 而搶位的據說是有限國位 當然 當然 因為我自己也是他的選區 他現在是非常勤力的 因為DQ了 那個是梁仲恆那裏 都是弊選區 對 但未知何時補選 但他們一直在做事 對 由官司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在地區 但未補選之前 是7月1日 即是另一個 另一個運動高潮 對 7月1日 所以說到7月1日 6月4日 首先要說 籌期的數字是少了 即是多了單位 但籌期少了 因為7月1日的遊行人數 一少 沿途的人流少的時候 籌期的數字自然會少 所以很可怕 就是 6月4日的時候 政黨的籌款 是少了很多 整體是跌了四成的 然後 新成立的香港重子 去年成立的香港重子 去年都籌了四十五萬 但今年跌了六成 現在工黨也是由九萬多 跌到三萬八 也跌了六成 所以整體整體跌了四成 那回來就是7月1日 你會想想 就是 6月4日的時候 政黨的捐款 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反映了群眾 對於政黨的信心 即是傳統政黨的信心 認同 其實是越來越低了 除了國族認同低了之外 也對傳統政黨的認同低了 所以就要說說7月1日遊行 今年 其實 你要知道 就是7月1日遊行的主題 有爭議 昨天 昨天 0月1日時的報道 說 民陣 跟成員組織 在討論 7月1日遊行 該頂土是什麽題目 是很長的題目 叫博談 本來說 沒有 gone 地下 這博沒有改歲 這是沒有問題的 後 neurological 他就說中共領導滾出香港,這個就有問題了,為什麼滾出香港呢? 據歐樂軒的說法,民陣現在的發言人,應該是民陣的趙習引 歐樂軒的說法就是,剛剛撞正什麼,相傳7.1的時候習近平會來香港 這個也是零一吹風先的,又是零一吹風先的 說習大大會來香港,還有第二件事就是,說到近年,無論選舉也好,或者是這個所謂港共政權的管治也好 就是經過這個中聯辦治港,張曉明,甚至是上面的張德剛那些 你看看,煙氣致死,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就用這個滾出香港,中共領導滾出香港,來做一個議題 據說當時的人是同意的,就是決議了,而這個決議不是今天發生的 其實是在五月下旬的時候已經結束了,因為我問他的時候,因為還未公開 就說,因為我之前已經說了,其實他們已經談好了 說完了,7.1的主題 7.1的主題,那時候也通過了這個題目 但是為什麼要改呢,因為據說法就是,為什麼要六月初才公佈呢 就是因為經過了六四之後,第一,評估 對,評估就是六四過了,而且未來兩個星期就會有不少社運人士 所以就要審,因為之前被捕的事情要審 而且DQ的議員也會宣判,即是那四位議員也會宣判 而且就,就是夾了這些所有因素之下,就決定六月初去說 但就反而不關UGL事 反而不關UGL事,因為很有趣的 原來民陣和泛民主派的關係,原來不是上文宗那麼緊密的 原來是這樣的,所以他就說,我們沒有夾的 所以就,其實只不過是,我純粹就是問,你們會不會在議題上面 說一些示威者被人拘捕,被別人去告 他說其實沒有夾這件事,反而就是一國兩制走數的,他的主題就是 但是為什麼要改了這句呢? 據說原來就是泛民的組織是說的 即是,即是滾出香港這件事,那些人就說 你與其港人出香港,你不如說香港人的訴求是甚麼 即是,所謂的訴求是甚麼就是跟你說 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人權啊這些核心價值這樣 很重要的 即是媽媽是女人 所以他就最後兩句呢,就是由中共領導滾出香港 改成是民主自治,重奪香港這樣 即是比較模糊一些 這樣說 當然不算模糊的,定了性的了嘛 這個所謂自決,都是港獨來的嘛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說,那一天開會 已經過了議題,但事後是有組織反對 而且甚至是有些人那天開會的時候不表示反對 而是之後在WhatsApp那裏告訴你反對 這麼有趣的 而反對滾出香港的組織呢,分別有街工啦 支聯會啦,民主黨啦,公民黨 聽到的名字都已經不明白了 老牌的那一班,最老牌的那班 即是大台 是的,就是傳統民主派的大台 而街工梁耀忠呢 他在另一訪問他的時候就告訴你 港人治港,不代表要對中共下屬客令 不用港人出去的 而且我們又不是爭取獨立 我們是爭取民主的嘛 這個字就是可圈可點的 不是爭取獨立,爭取民主之嘛 講一下滾出這個字 不是第一次用的 當日在上水,反水貨的時候 已經有人舉牌 叫做中國人滾回中國 他不是滾出香港,滾回中國 即是本土派呢 就叫你滾絲甲路 不是叫你共產黨滾回中國 那麼簡單 本土派他們那班年輕人呢 你中國人都滾回中國的 那你如果他們心目中的泛民呢 他們心目中的這班傳統泛民 就是鵪鶲 要不就是鵪鶲 要不就是鵪鶲 要不就是愛他們自己的所謂國家 所以報道一出的時候 很多人就憤怒 你民陣醫的 究竟是示威還是示弱 越搞越縮 越搞越縮 究竟你在搞什麼 即是大家已經是 六四已經不太捐錢 即是對於傳統政黨 這班傢伙 即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你就在那一天就在那裏反共 然後之後 其他三百六十四日 就在上面跟張德剛那些 什麼把酒言歡 又不知道是什麼 立法會 休會 歇署等等 就出去度假 例如梁家傑跟張德剛說完之後 他就說 我們反對派終於得到這個 憲證的肯定了 還是什麼 又有這個憲證的地位 然後我就拗頭了 你是不是真的 你要回應你之前的訪問 要等待統戰 或者歡迎統戰 那些什麼呢 你究竟知道統戰是什麼一回事 即是 你這班傢伙是令人拗頭的 整件事情 而最有趣的是 你知道之前已經說了 集會地點不批為遠 因為優先給了外國團體 慶回歸 都不是第一次的 慶回歸 草地那裏不知道是否批 結果現在就批了草地 但是由於說 草地很小 所以就說會再談 譬如說巴德森街 東國道 波士富街 那些 即是銅鑼灣的周邊地方 甚至可能是 被人邊走邊加入 然後多些 現在就在那裡還在談 迎三面都是 所有球場都霸了 其實也是 草地集中 焗在那裏 然後整個圍園外圍 包圍著中間那一塊 空了 好像風眼一樣 中間空的 周圍呢 是反包圍 那時候我迫在天口地鐵站 都坐不來 那時候很厲害 結果呢 那時候他 那個 那班 建制團體說 空溜溜的 足球場裡面 有六萬人 六十人都沒有 而且是工作人員 什麼啊 他需要場外點的人數 那我就不知道 今年也是用回這些招數而已 沒有什麼 但問題就是 就是說 即是 跟阿樂軒談開的時候 他都說 究竟還能否提供人數 這件事 都是一個問題 人數還有什麼意義 沒有 現在那些人不去遊行 覺得 即是過了六四 大家還沒有檢討 你再講七一人數 意義在哪裏 現在大家都在想 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得更加有效 但你再講人數 他們還集中在想人數 因為 其實是很分裂的一個想法 即是 你沒有一個立場上的共識 現在是 其實 即是怎麼說 七一遊行最大的阻礙 原來不是在於 原來不是在於 泛民主派本身 而是在於那些一直去開的人 即是 比較傾向於安全社運的人 對於他們來說 要改路線 或者你不是在香港走 你去九龍走 行不行呢 他們會告訴你 走開那條路線 就走開那條路線 不要到處走來走去 因為你要知道 民陣不只是泛民 還有一些民間團體 其實很鬆 很鬆散 有些市民可以去諮詢 他們的想法就是 走開那條路 就走開那條路 不要走來走去 就好像 維園集會 集開就在維園集會 就不要去其他地方 去其他地方 就用不著一輩子 但是對於那些 即是開始行十年 甚至是以上 的遊行人士 對於遊行已經覺得沒用 抗爭最底的底線 最低消費都要佔領 這樣 那些人已經不說暴力的衝擊 而只是佔領街道 對於那些人來說 最低消費可能已經佔領了 對於那些人來說 你那個遊行是否再很有吸引力呢 而你知道就是 各方即使是民陣 他會告訴你 其實我們去參與 擺街站籌款 那些 組織團體 由溫和泛民也好 到本土派也有 但是這次有沒有人出聲 說要升級 除了遊行之外 好像是沒有的 你也聽不到的 但是他說 民陣的安排 具體的遊行安排 就會說 在星期六後才正式公佈 但是對於其他 譬如說 會不會有人去做些更激進的東西 或者是留守 或者什麼事情 是完全沒有聲音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說 究竟我們是否再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說 七一的意義 還不在這 第二件事就是說 雖然你說多元議題 你可以自由發揮 但是我是否還要加入你們 第二件事就是說 究竟 升不升級 都不要說了 我還有沒有一個去的理由 就是 你這樣就叫做抗爭呢 或者是 我繼續 沿著街站 然後捐錢 買贖座圈 覺得心安理得 但是你看到六四的數字 六四的捐款數字 少得可憐 你已經知道 其實可能七一的時候 都已經可能不存後望 不存後望 其實這幾年七一遊行的人數 都一直 一直 永遠都去 年輕的那些人就說 你走是如意 是啊 沒有可能去到03年 對 03年的時候 他霸去維園的時候 是激到人們很憤怒的 反而是捱咀人數 反而是 但是這次你就算 喂 草地 就是說 告訴你 只有草地 是沒有什麼人吵 是啊 沒有什麼人吵 你糟糕了 甚至是 今天 剛剛好 說到 就是說 立法會那裡 28個議員 就是泛民議員 再加一個 醫學界的 公民組別 說要去 彈劾梁振英 UGL事件 你和 你和阿鼎鼎打紅通 說你獨職 沒有什麼反應 社會 啊 又是這樣 就是 你要知道 就是說 梁振英的任期 就去到 7月1號 就已經不是他了 你數了 今天已經是 6月8號 嗯 就是一個月都不到的時間 你立法會要經過什麼 你要 就是你彈劾案 你要知道 根據什麼 根據基本法 73條9 是要 首先你 四分之一 人動議的做了 嗯 然後談完一大輪之後 你是要分組點票 嗯 才開始調查的 嗯 那你 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 去成立了 調查委員會 調查完一輪之後 好了 報告交去NECO 大家看完之後 又爭一輪 要是 整個大會三分之二人 通過才交給中央政府 去決定罷不罷免 嗯 這個彈劾案 是很難的一件事 程序是非常長的 喂 他走完 去做人大副主席 都未搞定這件事情 你沒有一個程序 叫做彈劾人大副主席 哈哈 人大副主席 已經out of picture 不關你的事 他那個是政協副主席 是政協副主席 政協副主席 這是政協副主席 你要想想 立法會今時今日做這件事 可能基於憲制責任 他要做 但他已經拖了一段時間 首先 第二件事 你要知道 即使是泛民主派 每個人都去齊了會 你要知道是分組點票 其實已經很難過了 即使是定居直選 你拘捕不到七一的人數 你是拘捕不到的 即是 你是不是議題 現在過癮在六四檢討 發覺很多事情有些未知 很明顯是判斷錯誤的了 你的捐款數字看到 票房直線插水 新的那群年輕人 其實熱情沒有推到 但不是買你的主題 現在是女的七一 Nix已經看到了 你還在關心人數 那些事情 想怎樣 所以Edward提出了更加過癮的事情 到底我們所謂最大的公約數 是什麼 有沒有共識 連連那個標題都改了 你握足二十年 對呀 都知道握足二十年有這麼多 這是大家共識來的 第二句你現在沒有共識 你會令到就是說 你口號都沒有共識 現在是一早已經說了 叫做碎片化 你越來越難達到一個共識 你傳統社運 是失去了一個momentum 在此之一 第二就是你連 你連那個 意識形態上面的東西 你都不可以去堅持 你是會慢慢說一下 我為了避免這個本土議題 甚至避免是 被人誤以為你是港獨 其實你欠真普選 欠這個命運自主 其實你已經是 都已經定性了是 港獨 對於中共眼中 已經當你是分離主義 或者是自決獨立 你自決已經當你是獨立 所以你拗頭 你今時今日還在跟我說這些 就是你要迴避這個本土議題 你不想進入本土議題 你就想是 啊 繼續保持我們的 agenda 就是小小心心 大家去 他們想嘗試去凝聚最大的公約數 就是 好像六四也好 七一也好 大家都想 多些的反對派去參與這件事 所以就找個最大的公約數 嘗試地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本身的遊行 或者是你本身的行動 已經失去了動能 你已經是吸引力了 你還要是你在立場上面 你還站不住 那你給別人的樣子就是 喂 你究竟還有沒有抗爭意志 我幾集之前已經講過 你泛民主派還有沒有抗爭意志 大家就是 所以就當你是UGL 立法會 就當你是演戲 你們每個都在講一大堆話 然後 這個親建制派 就可以跟你去冷處理 大家就不發現 投票得夠時間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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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分組點票過不了就可以了 搞了功課就可以了 免得冤怨 是啊 梁振英過了幾天就離開了 吃鬼蛋 什麼樣 抓你整個任期就算了 所以當你這些事情在很徒勞無功的時候 你還在告訴我 自由民主 人權 法治 什麼的七七 真的沒有聽過有其他行動嗎 七一 除了這個遊行之外 也相信比較難的 因為 剛剛也說 其實還有很多 可能是牽涉到暴動 或者是社運的人士 陸續拌勻 現在陸續在檢控 還有 拘捕人 甚至已經在審判當中的時候 對於他們來說是人人自危 甚至是 你看到議員 本身都可以DQ到的 擁有公權力的人 都已經是相當危險的時候 他還敢不敢去鼓動群眾 去做一些很危險的事情呢 也就是說 習近平來香港的時候 那個警衛是濕嚴了 你會見到 最近那些反恐 就是 有些外國的領袖 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的反恐也是加強了 其實已經是 那些是熱身來的 是 完全是 遇到你習近平 或者其他重要的人物 下來的 是一種演練 所以大家就怕著 煮沖你米 所以 即是 即是好像香港 眾志之前的 衝出馬路 舉著牌 那些事情 他都未必再敢去做 因為實在是相當危險 你怎知道 這些人今次會不會開槍 因為最近這些人 真是可槍實彈的 是 甚至是 連通訊都可以 用干擾器去干擾你們 其實你那時候 叫救命都不行 大佬 上網都上不了 所以 可能是一個 相當危險的狀態 即是 甚至是 2014年的時候 那些 出來 氣體 出來打 更加危險 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再敢去冒險 當然 你在一個 可能在 社運的想法上 就 有危 可能會有機 即是 你真是有 很大型的衝擊的時候 可能才會 將動能 再激起 他們的 momentum 但問題就是說 對於他們來說 危險太大了 所以 你會看到 我覺得不是危險太大 的問題 的確是 他們的認知範疇以外 阿楊也記得我講的 這件事 我十世以前的媽媽 就是 世界上 是沒有所謂快樂抗爭這回事 所以 為什麼就是說 你玩了這麼多年來的快樂抗爭 累積下來的結果 你就很難再號召 那些傢伙 你找什麼 新形式的 示威抗爭 現在全部定性在你作反 甚至有機會 不是開 就是 出來的蛋 這麼簡單 是有機會開真槍的 這次 完全是 beyond 那些所謂社運人士的 認知範圍以外 的阿 你從來沒有考慮 那個因素就是 你會不會是為了 這些東西捱子彈阿 阿 最接近近榜的 就是上次 魚蛋暴動 那次 真是向天開槍 不是向人開槍 那次 就真的流血了 我肯定的後果很嚴重 抓人 但是 那一刻叫做 最激的了 那些事情 除了 那些事情 沒有什麼再升級 就是 你看到 也說 近來雷厲風行 那些所謂公權力行駛 那些事情 就是依法什麼 那些事情 已經是 beyond 社運人士的設想 就是你那個棋局 等於好像 阿花高對人 他不跟你說感情 不跟你說禮貌 將來是將來的 明白嗎 那些機器 好了 你們這些人從來沒有預算過 這件事 我們要怎樣對付 先 那所以 最近 黃丹被人媽媽的一件事 就是 他說 對著台獨的年輕人 就說 如果你沒有流血的準備 的話 你們不去犧牲的話 那就是廢的 就跟嘴炮一樣 當然 當然 他說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想說 台灣人要有抗爭的意志 但是他其實多少都說錯話 要知道台灣的抗爭 相當之流血 相當之有血腥 是 2-2-8 2-8 2-8 美麗島 幾十年的 他們一早就說 坐牢是最低消費的 而且打靶是很多的 消失的是多少 打靶是正式的 很厲害 其實這個白色恐怖年代 台灣已經流了很多血 黃丹做一個外人 再說這件事 就被人射到爆燈 所以你看到太陽花佔立法院 佔行政院的時候 也有警察去打人 他們那一刻 太陽花已經成功爭取到憲政 之後就是內部問題 已經不再流沖了 已經不是那一套 因為他們台灣的社運和香港 已經不同了 他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香港面對的那個 沒有巨型的建制政權 那個力量很大 台灣已經是收獲了成果 相對來說 那個代價又低很多 而且你說現在香港 未找到出路 我比較到2003年 那時候的社會氣氛 跟現在又很不同 當時整個社會氣氛 是不分階層 都是想跟他反台 那時候反台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那時候真的說明文字 就是我自己的地方去關心 沙士之後 那時候港人的自我意識 香港意識是那時候爆出來的 不是就是愛國不愛國 香港地方如何自己盡了分敵 所以那個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那時候連續幾件事來 包括經濟衰退 沙士 和葉劉搞的23條 是三樣東西一齊 另外社會 大多數人都經過幾年的經濟打擊 各種打擊的時候 你的生存權和人權 都炒了一鍋 吃飯權 社會氣氛 每個人都想跟他們反台 現在的感覺 除了那群最憤怒的那群年輕人之外 基本上整個社會覺得 香港很OK 那就是剛才Edward說的 如果說50歲以上 你知人口結構是什麼樣子 年輕人不是大部分人 50歲作為分水嶺 50歲以上的 是我們的主流人口的話 那你就可以解釋到 等於胡蘇仔出來說 要賦予龍和朵的新意義的時候 哪些人最感動呢 那群中年中產 那群人嘛 所以為什麼樓價仍然 政府怎麼都不敢讓樓價跌呢 因為他們知道 這一個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有什麼辦法逼到 新家生命的那群人出來和你反台 他們不斷告訴你 樓市現在不宜再加拿 說好幾次 那為什麼要找地建屋呢 其實就是要多建一些樓 讓他們多些資金走下來買 然後拖起樓 樓不會倒閉 這樣他們就可以維持到現在的局面 這樣而已 很簡單 所以找地建屋 根本是政治原因 而不是居住的原因 所以就回應 今天時間有限 就回到Edward剛才說的 樣子都留意到的 的而且確 六四之後 有一樣東西 我們是跟得不足的 就是說 到底你研究文情變化 那個年齡之外 你還要留意一下 所謂的Stakeholder 持份者 哪些才能真真正正正 使你有機會作出改變的人呢 那群人你有沒有主題 有沒有真正可以凝聚到他們 可能這件事比一切更重要 2003年高 是的 所以就 唯有大家密切留意 下一個節目的時間 再接近7.1多些 希望到時會有新的資料 顯示得出 到底香港那群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生性 7.1等著來看冷場 希望到時會不會有些新的社會議題 可以激起到他們的關注 現在UGL完全沒有人管 沒有的 其實也是落錯注 不是說他們錯 道德上不是錯 但又是那句 政治的操作上 是無效的 OK 好 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不好意思 下次女王精神一點點 就祝孟一齊再說 好嗎 OK Bye